你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才踏入编剧这个行列 或者作家这个行列 作家其实就是那个 学的用什么小散文的 那可以随时写 编剧其实是到00年才 我学生就是史航嘛 他推荐了我来当 他因为在人找他 他不会 我有一个疑问 家里说你已经在教书 然后你的这个行业 本来就跟这个编剧 其实是比较容易接轨的 其实很多跟你同样做老师 都已经在做编剧 你还需要你的学生来介绍 就是说明这个性格 就是说明你也被被动 对 不认识那种制片人 也不认识导演 真的一个都不认识 也没主动去结交人家 对对 也没主动 那我怎么去结交我也不知道 就没有 一个都没有 然后只好只有到了 史航的时候才算 而且你当时好像还是碰到了 一些经济上的状况 对对对 特别困难 所以其实史航 其实是帮了一个忙 对对对 是 经济当时我们分那个福利房 也需要交钱的 当时也还不多 也就六万块钱左右 那个时候拿 这什么年代 97年 98年 97年 那那时候对于你来说 拿不出六万块钱拿不出 拿不出 我们工资才两百多 你想想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拿课时费 我的课时特别少 我一个礼拜只有一次课 然后就写点稿费 那稿费你想写散文呢 有多少钱呢 顶多也就一两百块钱 所以写当上编剧 是等于有一点经济危机了 给你逼的 对不对 是不是 然后随胜给他介绍 对 你看他对的意思 丢脸吧 不是 一般不是 老师培养学生 你原谅的韩国人呢 就是 老师培养学生以后 就是老师一般 应该老师给学生介绍 对 是 应该得 但我现在就给学生介绍了 那个时候不认识 最先后 当时写的是什么 当时写的曼谷语记 史航是写那种什么年代系 古装系 他不喜欢写这个当代系 这个曼谷语记是个当代系 所以他就想到我这比较困难 我们经历困难 然后就推荐我 这主语是扶贫就困 对 对 对 是 那第一次做编剧会碰到困难 困难 当然 你想第一次那个 从你小说和那个散文的状态 转到一个剧本的状态 其实是需要过程的 那最困难的是什么呢 不适应刚开始就是那个导演 要求一些特别的 在我看来 就特别的那个庸俗的东西 比如说她说这个女主角得被强奸 我就说为什么 这多难受啊 不行 她说太好了 太精彩了这个情节 我就特别不能接受 可是没办法也得听他们的 他们说为了收视率 为了收视率 就要点这种暴力的 重口味的 重口味的东西 对 没办法 经常就 我就不想干了 这太没意思 写这种剧太没意思了 那你干嘛还要再继续再做编剧呢 既然编剧这么受到导演 那制片人的约束 而且要求你写这写那 多不自由啊 经济问题 经济问题 就是经济问题 从最开始觉得 所以但是我觉得 你也写这个幸福像花一样 对 从那儿开始 你这写了四年 这还是因为经济原因 这个不是 从幸福像花开始 我觉得是我找到了一些快乐 就真的我想写的 之前都是那种奢案剧 真的就怎么写性暴力 就特别 就是你觉得特别不可思议的 生活中变态的东西 全在里头 然后就特别不想写 但是从幸福像花开始 是确实写一些自己亲身经历的 对